了一番,确定好了上旗的时间,魏青衙还邀请众人一起到房室里转一转,顺便吃了个饭,增进一下彼此之间的情感。 不过夏缺倒是拒绝了,毕竟墨长老还一直在等待着他。 夏缺走的时候,魏青衙倒没有说什么,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辞去了第三组的成员,夏缺便往大屋的方向走去。 走到大屋门前之时,发现正有一名弟子在修补墙壁上之前被撞开的大洞。 这些弟子是之前的那一批,做这些事情似乎早就轻车熟路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夏缺嘖嘖一番,摇了摇头就往大屋的方向走去。 你找谁? 刚刚走到门口,直手的弟子就发现了夏缺。 看着夏缺还往里面走,直手的弟子一蹴眉,开口说道。 这里是意识厅,飞船不可济,你有事。 那个直手弟子拦住了夏缺,夏缺则是微微一正正要说话,就在此时,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我让他来的,让他进来。 声音很熟悉,但他并不是墨长老,而是沈长青。 夏缺一呆,只是没有多说,反而是弟子们微微一正,连忙说道。 是,沈师兄。 说完此话便向旁边绕开。 夏缺这才款款地走了进去,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后屋门口,好奇看着他的沈长青。 夏缺走了进来,沈长青的眼睛微微一眯,上下打亮着他。 夏缺也很好奇,但还是躬身行礼说。 吴缺见过沈师兄。 免了免了,我就是来看看老头子极端看好的小子什么样子而已。 夏缺一正,然后他的脑海中响起了沈长青的声音。 不错啊,进到肢体,灵界功法,安世八界的神魂。 嗯,不错。 夏缺的眼神稍稍一顿,这沈长青真的是太毒辣的眼神了。 居然只是一眼的功夫下,就让他看出如此多的东西来。 这就是先天之灵吗? 在夏缺的震撼之中,脑海中沈长青的声音还在继续的响着。 不用如此震惊,你身上这些东西毫不收敛,达到先天基本上都能看出来。 嗯,看样子你不懂什么脸气绝啊,老头子难道没有教你啊? 唉,算了算了,难得老头子能这般看好一个人,回头呢我传你一份,就当是见面礼行了。 沈长青巴拉巴拉,听得夏缺有些发症。 剑气绝?好像系统内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吧? 不过这沈长青虽然是巴拉巴拉不停,但夏缺却敏锐地感觉到他的一股善意,当下略微地欠身。 传音说道,谢师兄。 不用不用,对了,你真能炼制六星的丹药? 沈长青好奇地询问着,夏缺的神情则是飞飞一呆,莫长老竟然把这个也都告诉他了吗? 看样子,莫长老对这个酒鬼弟子还是非常信任的呀。 夏缺稍稍地一想,呃,能? 具体都会写什么呢? 沈长青的眼睛明显是飞飞一亮地询问,夏缺想了想说,大体上只要是六星以下的都行。 这句话让沈长青则是飞飞地一愣,随即眼神却是飞飞地眯了起来。 嘿嘿,小家伙,口气倒还不小呢。 行,咱们有时间再细说。 说不得到时候还想请你帮帮忙呢,不过现在老头子怕是等不及了,先进去吧。 是,夏缺和沈长青的对话,看似时间很长,实际上就是短短数息之间就已经完成。 神石传音速度自然是极快的,当下在沈长青的带领下,夏缺和他一起走入了后门。 推开后门,后方却出现一个相当清幽的小院。 院落里郁郁葱葱,地面上有植被,小草中有细碎的石子铺就成的小路,小路蜿蜒曲折,向着后面延伸。 夏缺一眼就看到,之前那些被破开的围墙,现在已经修补好了,而走了几步之后,他又闻到了阵阵的酒香味。 而后看了一眼发现,这墙边上有一地的醉酒坛子,其中有一坛明显是装满酒的情况之下被人打碎的,那个酒已经渗入到泥土里面。 当走过这一流破碎的酒坛之时,夏缺明显看到旁边的沈长青吞咽了一下口水。 眼神当中还在留恋和心疼,这已经渗入到泥土里的酒水。 莫名其妙地,夏缺感觉到另一个嗜酒如命的人,瘸子爷爷。 不过,当日一别之后,他见过陈爷爷,哑巴爷爷,独眼爷爷,却唯独没有见过瘸子爷爷。 夏缺还甚是想念对方啊。 思绪来回的飘荡,足足过去了大半天,夏缺这才一个机灵回过了神,再把头抬起,莫长老就已经出现在了近前。 长老,夏缺躬身行礼。 来了。 莫长老正坐在一张椅子上,听到夏缺的声音睁开了眼睛,露出了一个笑容。 而后指了指旁边的一张椅子,说道。 坐。 夏缺正了一下,点了点头走了过去,坐了下来。 沈长青也凑了过来,打算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莫长老却是面色一沉。 你站着。 沈长青一呆,而后嬉皮笑脸凑过来。 一脸狗腿的模样,吹着莫长老的肩膀,一边还干笑着说。 嘿嘿嘿,师父,您看,您揍也揍了,骂也骂了,也该消气了吧。 您看,这,这无缺师弟还在旁边看着呢,您这样剥损我作为师兄的威严啊,与您老的脸上也无光不是吗? 他一领嬉笑,莫长老的额头上都已经变得清金直茂了。 你还好意思说,老子让你管龙岩房市,你就是给老子这么管的,交接之日都敢喝得鸣鼎大醉。 要不是今天老子跟着来了,你说你要闹到什么程度,今日的交接任务还能完成吗? 脸?老子的脸早就被你丢光了。 是是是,是弟子不对,弟子错了,弟子保证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您老就消消气嘛,消消气,要是气坏了身子可不好呀。 沈长青连连地附和着。 你? 莫长老早就已经气急,下缺看的脸皮子飞飞一抽,这位沈师兄还真是强大。 这个脸皮啊,厚得如同是真皮一样。 不过从莫长老和沈长青的对话里,下缺却不难听出,这对师徒之间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 沈长青是连连地认怂,莫长老也是怒骂了一通之后,总算略微地消了气,这才冷哼一声。 唉,坐吧,再有下次,看老子不拆了你的骨头。 沈长青顿时大喜,连连地点头,然后在旁边,正经飞坐下来。 一看他的这副水火不清的皮样,莫长老也是一阵又一阵地头疼,最终无奈地看向了下缺,摇了摇头。 你应该也认识了吧,我的孽图,沈长青。 这算是正式给下缺介绍了一下沈长青,下缺则是连连点头说, 是长老,刚才无缺已经和沈师兄认识过了。 莫长老微笑地点了点头,这才轻叹了一声,正色说道。 唉,实话实说,这次,你要不是接了龙岩访式的职守任务,就算你说得天花烂坠,我也是不会让你出宗的。 嗯,但是既然在龙岩访式,你又如此坚持,便就让你见见真正的修行世界也无妨。 任务已经发下去了,你知道自己的任务吧。 下去被莫长老所说的话,说得一愣一愣的,这才慢慢地回过了神,而后急忙说道。 嗯,已经发下来了,我在巡逻三组。 嗯,巡查组的工作,相对来说,更能直接地接触到真正的修行世界。 不过,也有一定的危险,但是这一切,既然是你的选择,我相信,你也能处理好。 只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修行世界信奉的是成王败寇,弱肉强食。 你在宗门多年,从来没有真正地走出来过,性子相对来说就比较内敛,锋芒不够。 这个在修行仪道上,固然是一个很好的心性,但是放在修行世界,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被修饰当有所锋芒,也该显露自己的锋芒,是你的东西就该去争。 即便不是你的,只要觉得有用,那也要去争,去抢。 修行本就是逆天之事,固中所欲一切资源,都可能会让你在修行之路上走得更远,直至最终长生久世。 你退一步,就慢一步,到最后,有可能你自身的修行之路,反而就此断绝。 故而,当征就要征,不必有任何的包袱和不安。 我洛剑宗作为第一占宗,这名头,从何而来啊? 不是忍让,不是退避而来,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争锋当中。 身上,忽然散发出一股煎熬至极的气息,冲天而起,他瞪圆了眼睛,低声吼道。 所以,当征则征,当杀则杀,我洛剑宗便就是门下弟子最大的倚仗和后盾,你明白了吗? 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让夏雀呆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在不知不觉里,他的心中,竟然有一股激情在荡漾。 当争则征,当杀则杀,邹门是最大的倚仗。 这就是洛剑宗给初次出门的弟子,最大的告诫吗? 不知道为什么,当听到这些话之后,夏雀的心中,并不是非常明确洛剑宗的印象,现在开始慢慢的变得深刻。 洛剑宗这三个字的分量,似乎也在他的心里,渐渐的变得更重。 于是乎夏雀的神情肃穆,长出一口气,最终缓缓地坚定地点了点头。 莫长老,我明白了。 看到了夏雀点头,莫长老则是浑身的气势,慢慢地消退下来,最终又恢复了平静。 而后他苦笑一声,摇头叹道。 这话是说,你这性子,我是又爱又恨哪。 与修行来说,你这性子,必然能让你走得很远,是好处,但是入室也是修行。 你这性子对入室来说,却算不上什么好事。 你太过无欲无求,虽然无欲则刚,但是这种性子,放在争斗激烈的修行世界来说,却很可能会吃大亏。 我希望你是真的明白了。 说到最后的莫长老,长叹一声便不作声了。 夏雀,则在此刻感到有些不自在。 实话实说,作为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和平世界,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普通少年。 他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事情。 就比如上一次,在通幽世界,明明知道所有人都是他变强的资量,但是他依旧守着自己固有的观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只是杀了那些主动招惹他的人,而其他的人,他都不好意思直接出手。 也就是他底蕴足够深厚,最终还是走到了那座桥上。 若是下去的底蕴不够深厚,最终他也到不了那座桥。 他是不是就会错失一个巨大的机缘呢? 比如那扶桑木的灵根,他怕是绝对得不到。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下去发现自己的意识还真的进一步改变一下才对啊。 这里是修行世界,不再是前世那种和平的世界。 和平世界,大家都有法律约束,你不招惹我,我不招惹你,大家平平安安地完成自己陆陆庸庸的一生。 可是修行世界就不同了,争是大道,不是你不惹我,我也不招惹你,就可以皆大欢喜。 而是我不杀你,那我就可能错失天大的机缘,最终就无法走到求道的路上。 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知道损不足而奉有余,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修行,修得其实就是人之道啊。 夏缺长长地出了口气,心中的念头在墨长老这番话之后,开始有了微微的变化。 吴缺,受教了。 夏缺想了想,站起身子,对着墨长老略微地攻身行礼。 墨长老则是点了点头,稍稍一顿,这又说。 好了,你明白也就行了,这次我之所以出来,除了给你叮嘱这番话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送你。 夏缺一正,好奇地看了看墨长老,却只见墨长老此刻也是长长地出了口气。 一翻手,手中多出了一样事物,那仿佛是一个透明的光珠一样。 那光珠当中有着白色的阴晕正在流转着,看上去极为的神意啊。 呃,这是夏缺一正好奇地看了看。 你在通幽世界,和其他宗门的天才也算交过手,难道就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墨长老却卖了个关子,笑着问道。 夏缺则是呆呆地一愣,片刻之后他的神情为之一动。 护道之力? 墨长老顿时笑了出来,点了点头说。 的确是护道之力。 护道之力倒也算不得什么稀罕之物。 各宗门比较出色的弟子基本上都有,一般由自己的师父赐予。 但是你情况比较特殊,你败在丹元峰上,可是丹元峰的长辈却都已经…… 总之,我算是岳祖带袍,给你准备了一份。 说到这里,墨长老有些无奈地看了看夏缺。 本来呢,是打算在你神魂高级的时候再给你,顺便给你说说通幽境里边的事情。 却是没有想到啊,你的进阶比我和玄长老的预计快了那么多。 索性你在通幽世界没有出什么大事,要不然毁之晚矣,现在给你倒也不迟。 这一道护道之力,会在你遭遇致命攻击之时发动。 约摸能够拦下天元镜致命一击,而剩下的力量会化作一股不慢的速度,助你脱离险境。 现在别抵抗。 墨长老说着说着站了起来,夏缺症有些发症,但看到墨长老这般的神情,却知道自己无法拒绝。 当下他也顾不上想其他的,连忙把身子站起,深吸一口气,只见墨长老把那个光球直接一下子打在夏缺的眉心上。 一瞬间夏缺就看到,一颗光球进入到自己的尸海,而后直接钻入了神魂的眉心之中,悄然消失。 整个过程可谓是波澜不惊。 等到墨长老抽离之手,夏缺这才疑惑地眨巴一下眼睛。 呃,这就行了,谢谢墨长老。 夏缺顿了一下,而后朝着墨长老躬身的行礼说道。 墨长老此刻却是摆摆手,随后看着夏缺露出了一个笑容。 你的未来我很期待,莫要辜负了我的期待。 是,夏缺则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其实对于护道之力,夏缺并不是很需要,毕竟他可是一个能够复活的男人,要什么护道之力呢? 但既然墨长老坚持,夏缺倒不好去拒绝,只能够答应下来。 好在他最大的秘密,其实是系统,除了系统之外,其他的秘密是否显现出来,其实他觉得并不重要。 更何况除了系统之外,其他的情况,墨长老们多多少少也都有所了解。 比如纯血金屋占体,比如八阶神魂,甚至比如扶桑木林根。 除了隐瞒了品阶之外,其他的一切,墨长老其实早就已经知晓了。 自然,他也不用担心被对方探查到什么破绽和秘密。 至于以后护道之力激发了,他死后又恢复了,这些都是很好解释的。 只要表示自己是在护道之力的保护之下,掏出升天的就行了。 想到这里的夏缺,又忽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天命阁的魂灯,到底是通过什么判断,一个人的灵魂破灭了的呢? 他在蛮牛洞穴的时候,可是自爆过一回。 按理说,在当时那一瞬间,他的肉体和灵魂,应该是彻底的破碎了才对啊。 那么,按照他留在天命阁里的魂灯,就应该显现是一种熄灭的状态。 但事实上他的魂灯,却从来也没有熄灭过。 也就是说,在天命阁看来,他的肉体和灵魂都崩裂的24个小时,他还处在一种存活的状态里面。 难道,自己认为自己处于彻底死亡阶段的时候,其实自己还活着? 只不过,普通的手段无法察觉,但是魂灯,却能够察觉得到吗? 夏圈的眉头,也在此刻紧紧张张地皱了起来。 忽然他发现,这似乎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要是被有心人发现了这点,那么对他来说,可就是个不小的麻烦了。 因为那就标志着,他很有可能将来会被人守尸体。 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呀。 想到这儿的夏圈不仅抿了抿嘴,天命阁的魂灯, 看样子,在未来什么时候,要想办法彻底解决一下。 心中在想着,莫长老还在交代一些细致末节的事情。 大致上就是让夏圈在指手期间,放心大胆地去做任何事情。 就算是给了他极大的权限,若是有处理不了的事情, 可以让他来找沈长青,同时也一遍又一遍地告诫着沈长青, 说明夏圈对洛建宗的重要性。 说明他对夏圈多么看重,并且也说道, 要是夏圈在这里的时间,出现任何的三长两短, 就不认沈长青这个徒弟了。 沈长青连连保证绝对没问题, 请师父放心,一定妥妥地照顾好小师弟, 保证练好酒量。 是啊,感觉上现在莫长老对夏圈, 就如同对待自己的清传弟子一般, 甚至是有有胜之啊。 最终莫长老似乎没有什么更多要交代的了, 这才说道。 好了,你们师兄弟自己聊聊, 我很久没出来走动了, 也得去会会好友, 然后就自行回宗了, 这仿式就交给你们了, 啊,一句话, 绝不可以弱了我洛剑宗的名头, 明白了吗? 是。 沈长青和夏圈都是躬身行礼, 莫长老这才一摆自己的道袍, 下一席身形一闪, 便就消失不见。 莫长老消失不见之后, 沈长青这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而后一下子就瘫倒在了摇椅之上。 哎呀, 这个老头子啥都好, 就是规矩太大了, 无缺师…… 哎呀, 算了算了, 我就直接叫你无缺吧, 随便坐啊, 在师兄这儿不用那么拘束, 今天呢, 咱们师兄弟第一次相识, 得好好地喝几杯, 等下…… 说完之后, 沈长青取出了自己的剑令, 夏圈发现, 他的剑令, 完全是一片璀璨的惊体, 然后只见他对着剑令, 咬牙切齿地说道, 飞扬飞扬, 死哪儿去了, 老子献你三息出现在老子面前, 今天的事情就可以既往不咎, 要不然, 你给老子等着。 说完这句话, 夏圈只见那个剑令光芒一闪, 然后沈长青, 一脸阴郁地开口数道, 一, 二, 三字还没有数完, 骤然之间, 身旁一道身影出现, 然后一阵气急败坏的声音, 咆哮道, 沈长青, 你过分了, 莫长老还没走呢, 你敢威胁我, 另外, 今天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早上我提醒你多少次了, 让你别喝酒别喝酒, 你非要喝, 还喝了七滩神殿醉, 自己被莫长老抓了个现行, 怎么能怪我呀, 噼里啪啦一阵的咆哮声, 夏圈有些发呆地看着突然出现了人, 正是那个之前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沈长青打出围墙的俊美青年, 那个青年刺客则刺客则是脸色一阵通红, 可是等他噼里啪啦把话说完之后, 似乎这才发现旁边的夏圈, 呆愣一下, 脸上的表情, 也是瞬间一领, 有些疑惑地看向了沈长青, 这是, 算是我亲师弟叫夏无缺, 以后都是自己人, 沈长青懒洋洋地伸了个腰, 而后对着夏圈介绍道, 吴缺, 这是洛飞扬, 你叫他洛师兄就行了, 访氏的小事都他负责, 夏圈顿时明白了这位洛师兄, 当是访氏的核心成员之一, 连忙站起身子, 行礼说, 夏无缺, 见过洛师兄, 洛飞扬则是呆愣一下, 随即也明白过来, 连忙说道, 哦, 夏师弟不用客气, 你也是莫长老的新传弟子, 他一脸好奇, 老头子倒是想啊, 但怕是不敢提啊, 不出意外的话, 吴缺以后, 当真是要拜宗主为师的。 沈长青, 霍儿悠悠地开口, 而这句话却让夏圈呆愣, 有些不明所以啊, 而再看洛飞扬, 则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目光骤然凝食看向了夏圈, 仿佛遭遇了极大的打击, 夏圈则是一脸的蒙圈, 拜师宗主, 他连宗主的面也没见过呢, 拜师宗主, 这什么意思啊? 夏圈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毫无疑问, 洛飞扬是知道的, 落剑真传, 何为真传, 不就是宗主的嫡系弟子, 才能被称之为真传呢吗? 这夏无缺, 竟然当得起沈长青如此的赞誉, 这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洛飞扬不由认真地观察着夏圈, 第一眼自然看出了他的近道肢体, 但是近道肢体说实话, 虽然是罕见, 但放眼整个洛剑宗,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但真传弟子才几个呀, 很显然, 不仅仅只是近道肢体罢了, 那还有什么呢? 洛飞扬是踏天境的人物, 但要是论其眼力, 终究还是比不上千天生灵, 所以有些事情他也看不真切, 但他知晓, 沈长青的为人, 也知晓, 对方虽然有的时候不怎么靠谱, 但是在有些地方还是极其靠谱的, 否则洛剑宗也不会让他负责 龙岩这么一个弱大的访式, 好了, 日后时间还长, 现在认识一下也就行了, 飞扬, 快去打几斤神仙罪, 今天无缺出来, 咱们可要好好地给他接接风呀, 正经了没一会儿功夫, 沈长青就留着哈喇子说道, 洛飞扬一呆, 而后翻了个白眼, 有些不乐意地说道, 神仙罪, 那可是一枚上品玄精一戒, 你让我给你打几戒, 行, 给钱, 沈长青顿时舔着脸, 黑黑地笑道, 嘿嘿嘿, 飞扬, 你这样就不对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点月缝哪里够花呀, 去嘛去嘛, 就当我欠你的, 下回发月缝的时候, 一起还给你就是了, 你已经欠了我三百六十七枚上品玄精了, 先回来, 洛飞扬冷笑一声, 斜眼看了看沈长青, 沈长青则是黑黑一笑, 嘿嘿嘿, 不急不急, 这次发月缝肯定还给你的, 一看他的这个模样, 对他了解略深的洛飞扬, 瞬间翻了个白眼, 他现在知道, 对方是又打算耍赖去了, 但是叹了口气之后, 又说道, 唉, 你啊, 这酒,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 这次看在无缺师弟的面上, 我就再听你一次, 下一次, 可没了, 好好好, 沈长青盲不迭地点头, 洛飞扬十分的无奈, 只能是摇了摇头, 这才对着下缺无奈地笑道, 唉, 让无缺师弟见笑了, 稍等一下, 我去买点酒, 等一下你也尝尝, 青云阁的神仙罪, 虽然贵是贵了点, 不过香, 确实也真香, 我去去就来, 他对下缺倒是极为客气, 虽然是因为沈长青的缘故, 对下缺看重一些, 下缺也是连忙的行礼, 那就劳烦洛师兄了, 骆飞扬笑着摇了摇头, 这才一转身, 便就消失不见, 嘿嘿嘿, 趁着飞扬去打酒, 我先传你一篇脸气绝吧, 算不得什么好东西, 不过行走在外, 总也能用得上的, 沈长青见骆飞扬离开之后, 这才又对着下缺说道, 下缺一正, 倒是没想到沈长青, 竟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 眼巴巴地看了一眼, 这欠身行礼说, 如此, 那就多谢师兄了, 沈长青摆摆手, 而后就看他嘀嘀咕咕的手上, 冒出了银色的光滑, 撤刻之后, 他的眼睛一亮, 嗯, 找到了, 当下, 在他的手中, 多出了一篇书籍, 顺手就抛给了下缺, 下缺一愣赶忙接下来, 获得特殊战绩, 微隐绝, 微隐绝, 级别, 先天涅槃, 特殊战绩, 修行后可收敛自身神魂级气息, 让人无法观测, 具体效果根据战绩层次而定, 消耗一千技能点可修行, 是否修行? 系统提示音音在此刻突然响了起来, 下缺的眼睛顿时微微地一亮, 不过他没有马上修行, 而是再次的拱手说道, 谢谢沈师兄, 沈长青则是白白手, 懒洋洋地躺在了摇椅上, 杂巴着嘴嘟囔着, 飞扬这个小子, 暗示越来越慢了, 都去了这么久了, 下缺一呆, 简直变得苦笑不得, 后病没有多久, 就回来了, 手里还提着几个酒坛子, 一看到酒坛, 沈长青的眼睛正亮, 赶紧就迎上前去, 骆飞扬带来的, 除了这名为神仙醉的酒之外, 还带了一些菜食, 三个人就这样在院中坐下来, 吃吃喝喝, 那神仙醉, 下缺只是尝了一口, 不得不说, 确实是极其的香醇, 而且是厚劲儿极大, 作为六星炼药师, 鼻子一提, 下缺就已经分辨出这个酒, 竟然是用许多灵质酿造出来, 难怪身为先天生灵的沈长青, 也会因为喝了他而醉, 只是喝了一口, 下缺就有些气血上涌, 而且他的经验值, 也在此刻得到一定的提升, 难怪这一坛子, 就要一枚上品玄晶呢, 下缺最终也没喝上太多, 倒是沈长青啊, 又醉了, 而看之前感觉还比较靠谱的骆飞扬, 竟然也喝得鸣丁大醉, 看着两个醉汉子勾肩搭背地叫嚷起来, 下缺不禁符合, 也是啊, 这两个人的关系显然相当不俗, 骆飞扬又怎么可能不喝酒呢? 最终几坛子酒下肚, 下缺没有喝太多, 可是这脚已经变得轻浮, 另外两个人呢, 则是早就已经倒在了地上, 相互对了起来, 看上去, 这是两个人的日常, 再瞧瞧天色, 下缺最终不得不摇里摇头啊, 还是起身离开了此地, 甚至都已经懒得和两个人打招呼了, 摇摇晃晃回到自己的屋舍, 外面的天色, 现在早就已经暗淡了下来, 不过他们所在的地方, 是整个仿式的高处, 所以依稀可以能够察觉到, 整个仿式还是灯火通明, 进入到屋舍, 下缺长长地吐露一口气, 身上的大日真火瞬间就一阵地弥漫, 一瞬间, 体内的酒气也在大日真火的燃烧之下, 瞬间便消散得无踪无影, 下缺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而后, 他的眼睛也在此刻微微地眯了起来, 今天晚上, 就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啊, 他可没有忘掉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 究竟是为了什么, 主要是将几个傀儡分身, 送出宗门, 然后去调查自己灵师姐死亡的真相, 如今已经来到了外面, 任务算是完成了一半, 当下之间下缺身上, 阴侧的光芒一闪, 一瞬间出现了三道人影, 在他的身旁, 正是日向宁刺, 君马旅, 以及自来野三个傀儡分身, 本尊, 三个傀儡分别攻身的行礼, 好, 如今算是已经送到了外面, 你们现在就可以自己采取行动了, 具体如何行事, 你们自行决断, 我只有一个要求, 找出真凶, 并且不惜一切代价, 把他给杀了, 下缺此刻面无表情, 立声说着, 三个分身傀儡, 则是相视一眼, 而后恭敬的行礼道, 是, 再起身, 只见三个人的身影, 为之一闪,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顿入了荒空间, 下缺尚未意识到的是, 三具傀儡分身这么一去, 便是真正的龙归大海, 应回长空, 一个关于虚空神教的传说, 将在这片大地上, 真正的响彻起来, 时间已经来到了深秋, 但龙眼仿式却是一片的春痒然,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仿式, 可是这毕竟是由洛剑宗, 水月宗领头创造的, 有大型的镇域护卫着, 致使墙外世界的天灾, 不会降临在这里, 而镇域之内, 也是一片的四季如春, 龙眼仿式在修行世界来说, 算不上什么大城市, 但所有的修行世界的所有仿式,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那是一座又一座的补业之城, 因为存在于此的都是修行世界的人, 修为最弱, 也必须要达到十海境, 一般来说, 悟道境才具备了修行世界的行走资格, 但这种要求, 是针对洛剑宗这样的大宗门, 因为门下弟子众多,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底气, 但对于一些小宗门来说, 悟道境, 那几乎就是门内的核心层次了, 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但是资源不会凭空的上门, 这就只能够降低自己弟子, 外出行走的各种标准和条件, 好在有玄器, 有阵域, 还有诸多的仿式, 这些修为比较低的小宗门弟子, 不具备在修行世界, 争夺资源的资格, 但绝对可以依附在仿式当中生存, 他们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换取更多的修行资源, 比如说脚夫, 比如说酒店的小二, 再比如说兵器铺打杂, 甚至卖唱, 卖笑, 甚至是做皮肉生意等等, 可以说就和俗世当中一样, 三教九流, 无所不包, 当然, 依附在某一个访式, 总会有一些条件, 那就是税收, 别看这些人耽搁赚的不多, 可是整合起来, 却也是相当庞大的一笔财富, 这些财富当中的一部分, 会上缴给开辟和庇护一个访式单个或诸多个大势力, 至于这些大势力之间如何分配, 就看势力之间的角逐, 修行世界说是初识, 但实际上, 有人的地方就一直还是俗识嘛, 此刻天色已晚, 但龙眼访式却还是一片的灯火通明, 比如说青云阁这种消金窟, 即便是在修行世界, 也只有那些稍稍大一些的宗门弟子或是高手才有资格进出, 一般人, 你可是无福消瘦的, 既然他已经开始做高端的生意, 那自然而然就有人去做低端或中端的, 独房、酒楼、戏院, 可谓无所不由, 极其的繁华和热闹, 一处并不怎么显眼的屋舍附近的阴暗角落, 三道身影在此刻悄无声息地出现, 这三个身影穿着同样的黑袍, 包裹住了他们全身上下, 让人看不清楚他们的模样, 但是从他的身形, 还有体型上看得出都极其地相似, 正是刚刚从洛建松驻地出来的自来野, 日向宁次和君马驴, 作为尊者的傀儡分身, 不过现在, 如果还称呼他们是傀儡分身的话, 其实有些不太合适, 通过万千之心关注灵印之后, 他们其实就已经具备了自我的意识, 只不过这种意识主体都是下缺而已, 全部都是下缺的分身,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又已经不诠释了, 自来野淡淡地扫描了一下四周, 确定并没有人察觉他们, 这才开口说道, 本尊让我们自主行事, 现在先讨论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吧。 修行世界都需要通过传颂阵前往, 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 我们不知道苍蒙山脉具体所在, 所以需要一份详细的修行世界的地图, 其二, 使用传颂阵似乎也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身份, 我们现在也还不具备这身份。 居马履平静地开口, 自来野和日想宁次微笑着点了点头, 他们体内是下缺凝聚的不同灵印, 而主印也在下缺的石海之中, 他们体内的灵印虽然也具备了相互联系的功能, 但并没有主印那么方便, 一个转念之间就可以将信息传达给彼此, 更像是一种距离更远的神识传音, 所以他们也需要相互之间的交流。 本尊将他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给我们了, 现在看来只有那些大宗门, 而且得是具备自由行走修行世界资格的那些大宗门弟子, 才具备详尽的修行世界地图。 但是那些大宗门势力不可小区, 我们虽然是踏天井修为, 但也不可能冲击这些大宗门。 由此看来, 能获得详尽地图的唯一办法, 就是去青云阁收购, 但是这肯定不是无常的, 我们需要弄点钱。 日向宁次想了想之后说道, 嗯, 使用传送阵也需要消耗大量财富, 既然这样…… 自来也想了想之后说道, 宁次, 身份问题就交给你, 我和军马吕想办法去弄点钱, 到手之后再集合, 如何呀? 日向宁次自然而然地点了点头说, 没问题, 那就行动吧。 自来也点头, 说完之后一个转身, 身形便又消失, 军马吕也悄然之间消失不见, 日向宁次小了小之后, 直接从街角走了出去, 目光平静, 汇入不远处人头攒动的大街之中。 大宗! 坐落在龙岩坊市的城东, 是这片区域当中较为有名的独坊, 其东家, 乃是一个名为神拳门的宗门, 自然而然地, 神拳门其实无法和三宗四门相提并论, 它只是一杆小宗门当中, 不过势力也算是不菲的, 有足够强大的势力镇压, 而且做赌访生意这么多年, 讲究的就是公平和信誉, 几乎不会出现赢了钱不让走的情况, 故而深受赌徒们的喜爱。 别说现在已经入夜了, 就算是大白天的时候, 这里也是客自云来, 极其的喧哗热闹。 偌大的厅堂当中, 摆放了各种各样的牌酒, 含有骰子之类的赌具, 每个座都会有大量的人, 都是修行事件里的人, 自然赌的不是什么黄金白银这种俗物, 都是玄京之类的筹码。 大,大,哈哈哈哈, 又是大, 我赢了,我赢了! 有人可谓是红运当头, 现在已经连赢了好几把, 看到自己又买中了, 顿时是放声大笑起来。 这里是修行事件, 所有人都具备神识, 所以这些闪钟啊, 都是特制的, 就算是先天生灵, 想要无声无息探查其中的内容,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赢的人开怀大笑, 输的人哀叫连连, 却也只能怪自己失运不佳呀。 热火朝天的赌局还在进行着, 自然没有人注意到, 门口有两个身影, 款步走了进来, 正是自来野和军马旅。 他们款步走入其中, 目光好似随意, 朝着四周看了过去, 自来野军马旅的到来, 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虽然两人身穿一鞋黑袍, 全身上下笼罩在其中, 但这里是赌访啊, 多的是隐藏身份的客人, 万一赢得太多, 被人给惦记上, 那可就不好办了。 所以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的人都会选择隐藏身份这招。 虽然访式内禁止争斗, 有洛剑宗和水月宗的人实行巡查, 但财博动人心, 被人给盯上, 一路尾随出了访式, 再行抢劫, 那又怎么办? 修行世界, 要再小心不过才对。 所以, 其实这里黑袍人很多, 自来也和军马吕在这当中并不显眼, 自来也看似随意地扫视了现场, 这赌访当中人气很高, 人也很多, 足足有十数章的赌桌。 在这个间隙里, 有不少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人, 环视现场, 那显然就是东家神泉门的弟子在这看场子, 防止有人疏红了眼或疾红了眼闹事。 虽然访中都有巡查组, 但出了事之后反应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赌场本身也要具备一定的镇压动乱的能力, 修行世界说到底啊, 所有的一切靠的都是实力说话。 这赌方内最强的是个化洁净的, 刚才巡查组的人才过去不久, 动手。 自来也的声音, 忽然在君马履的耳边响了起来, 君马履看了看之后, 轻轻地点了点头, 好。 于是下一息, 骤然之间, 一股狂暴的气息, 突然从自来也和君马履的身体当中爆发出来, 一股恐怖如天威的气息, 瞬间就席卷了全场, 这股气息, 简直形成于实质当中, 瞬间只听到轰然一声巨响, 两人身边之人瞬间被这股气势震得倒飞了出去。 一阵巨响过后, 不少人甚至是口吐鲜邪。 什么? 什么人? 突如其来的气势, 瞬间惊动了整个赌场中的人, 所有人都惊骇地扭过了头看了过去, 而下一息, 一个个则是脸色骇然大变。 踏天镜强者? 这, 这是怎么了? 修为弱地, 甚至全身颤抖, 感觉到山岳降临, 镇压到自己的身上, 浑身上下, 甚至连一根手指头都动弹不了了, 而修为稍微强一点地, 却也感觉到了呼吸都仿佛停滞了一般, 心中浮现出无比的骇然。 这是怎么了? 怎么有踏天镜强者突然在这里释放气势呢? 这变化着实太快了, 快到众人甚至就连反应的时间也没有, 一个个面色骇然苍白, 目瞪口呆地看着场中唯一还站着的两道黑袍, 然后一个淡漠的声音就在此刻缓缓地响了起来。 赌场负责人, 出来! 冷漠而从容的声音瞬间传遍了整个赌场, 所有人的脸色也在此刻变得骤然苍白。 这, 这是打劫来了? 在龙烟访室内, 打劫吗? 一个个都被吓得目瞪口呆, 而此刻, 在这大厅的最深处, 一个光头大汗, 表情也变得有些惶恐。 一脸呆愣看向场中两个黑袍人, 整个人在此刻都有些发懵了一般, 打劫? 龙烟访室当中打劫吗? 这可是洛剑宗和水月宗共同建立起来的访室啊。 多少年不曾出现过这种事情, 今天竟然被这样撞见了? 这, 这, 他现在都懵了, 一时间甚至有些反应不过来。 师叔, 怎么办? 怎么办呢? 这俩人都是踏天镜的强者啊。 一个神拳门的弟子, 焦急地给他传音, 那个人听到之后, 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堪。 老子知道, 别胜着, 别乱来。 他这般爆发气势, 洛剑宗和水月宗的人, 肯定会在极端的时间里反应过来的。 等他们来了, 就算这两个是踏天镜强者, 也必死无疑。 光头大汉, 恶狠狠地传音说道, 可他的传音尚未结束, 就在下一夕,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大汉此刻大吃一惊, 化洁净修为的他, 竟然被惊得亮枪退后好几步, 竟然是两道黑袍之一, 此刻站在他的面前, 大汉一瞬间面如死灰。 他是, 化洁净中期修为不错, 可是面对踏天镜, 他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这个层次上的差距, 如同就是一道天浅一般。 你是此处负责人吧? 淡漠的声音, 从黑袍的口中传了出来, 大汉面色是一白再白, 勉强地吞了一下口水之后, 他终究十分艰难地拱手说道, 是, 呃, 这位大人, 可, 可是, 跟我神泉门有仇? 他心中焦急到了极点, 但是却不敢激怒这个神秘人, 姿态, 甚至是摆得非常低。 无仇, 江湖救急, 只求财不杀人, 将你的储物宝贝给我, 我们就离开。 黑袍, 语气淡淡地说道, 可是说出来的话, 却让大汉的神情为之一将, 江湖, 救急, 这算什么? 打劫, 也打得如此清新脱俗了吧? 大汉一脸蒙圈, 似乎并没有反应过来, 黑袍人, 暴露在外的眼睛, 却在此刻轻轻地移簇, 朝着身后的人看了一眼, 这才淡淡地说道, 我不想杀人, 别逼我。 淡淡的话语, 却犹如是一道钢针一般, 瞬间刺入了大汉的心头上, 让他的心尖在此刻为之一颤, 感觉到了一股冰寒。 可是下一戏呢, 他的神情突然变化, 连忙说道, 好说, 好说。 一边说着, 他又连忙将手上的空间戒指, 直接退了下来, 双手恭敬地递给了黑袍人。 解除神魂烙印。 黑袍人却没有第一时间去接, 而是淡淡地开了口, 大汉似乎这才回过了神, 连忙说道, 是, 是。 一边说着, 一边果然是解开了神魂烙印, 再次双手恭敬地递给了黑袍人。 黑袍人接过了戒指, 神石一扫, 瞬间认主, 淡淡地扫了一眼之后, 微微地点了点头。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大门却轰然一声巨响, 被人给轰开了。 什么人, 敢在龙眼访事闹事? 一个宏大的声音, 在大门轰然破开的瞬间, 带着无边的怒意响了起来, 有恐怖旋律, 瞬间冲荡进来, 翠骨拉朽一般, 不但大门被轰碎了, 甚至形成一股洪流, 如同一道刚风一般, 直接朝着, 还站在门口的黑袍人卷了过去。 大汉的脸上瞬间又充满了惊喜之色, 嘴角也溢出了笑容, 他之所以如此麻溜痛快地交出空间戒指, 就是因为他刚才察觉到, 有树骨恐怖的气息正在朝着这边袭来, 不出意外, 必然是洛剑宗和水月宗的巡查组的人员。 现在, 看你们怎么办? 钟, 明显存在于踏天境的高手, 而且动静这么大, 显然, 会惊动更多两宗之人。 只要稍稍缠住两人片刻, 等到两宗先天强者抵达这里, 那么他们, 必然就是插翅也难飞。 于是, 在大汉兴奋的眼光当中, 他看到门口的黑袍人, 在洪流冲击的一瞬间, 身形不知怎么闪动了一下, 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再出现, 已经是在他的身前了, 和另外一个黑袍人并肩而立。 而大门之外呢, 一群身穿统一制式衣衫的巡察组, 在此刻走了进来, 当守的是一个面容铁青的巨汉, 正是水月宗巡察组的人, 水月宗踏天境强者宋耀天。 宋耀天刚刚走进来, 目光瞬间就凝视着两道黑袍, 昂首陈音说, 就是你们, 在龙岩访施闹市, 找死吗? 话音落地, 一股恐怖的气势, 瞬间在他的身上崛起, 而显得相对安静的两道黑袍, 目光也落在了他的身上。 自来也和君马吕的意识, 来自下缺的千万之心, 是下缺意识的一个分化, 但分化并不表示完全的复制, 不是说, 一下子复制出十几个下缺出来, 毕竟那只是灵影, 并不是真正的灵魂, 相较真正的生命体而言, 傀儡分身有着巨大的特点, 那便是傀儡分身并没有真正的感情, 没有喜悦满足开心狂喜这样的正面情绪, 同样也没有悲伤恐惧慌乱贪婪这种负面的情绪, 真正说起来, 他们更像是一个个以下缺蓝本打造出来的 超级机器人, 一丝不苟, 不打半分折扣去完成下缺的命令, 这便是他们的天职, 就好像这段时间以来, 药师兜天天待在单房当中, 炼制四星破镜丹, 这么多时日过去了, 他从来没有半分的不耐烦, 也没有想过要休息和偷懒, 偷懒, 那是真正的人类才拥有的一种情绪, 对于傀儡分身而言, 他们不存在这种概念, 所以此刻, 面对着宋耀天, 来势汹汹和气势勃发, 自来野军马履, 其实并没有半分的感觉, 他们相视了一眼, 自来野平静地询问, 够了吗? 七万三下品玄晶, 还有一些玄器和丹药, 不知道够不够, 但是在这里, 应该最多只能弄到这么些了吧? 军马履想了想之后, 如实地回答, 自来野, 微微地点了点头, 嗯, 那先走吧, 不够再说, 两人一番对话, 直接惊得就在他们身边的光头大汉, 一阵的是目瞪口呆, 喂, 你们在说什么呢? 难道还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吗? 虽然你们两个都是踏天境的人物, 可是现在, 来了一个水月宗踏天境的强者, 要知道同为踏天境, 但是, 当中一样也有极大的差距, 大宗门出来的弟子, 无论是功法战绩, 都远远比小宗小派的弟子, 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所以同为踏天境, 大宗门的弟子的战力, 也一样要强过于小宗小派啊, 虽然是以一敌二, 但是神拳门的大汉绝对相信, 真要是打起来, 宋耀天绝对要强过这两个神秘的踏天境强者, 而且退一万步来说, 这两个神秘的踏天境强者, 也是出自于某个大宗门, 战斗力相当不凡, 宋耀天不是他的对手, 但如果他们想要秒杀宋耀天, 却也是不可能的事, 而宋耀天只要纠缠他们一时半会儿, 这水月宗和洛剑宗的强者, 就一定能够赶过来, 而那当中可是有先天生灵的, 先天生灵, 绝对是拥有碾压踏天境强者的战斗力, 所以在大汉看来, 这两个人早就是瓮中之别了, 但他们在此刻, 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要说什么走, 仿佛这儿就是他们想走就能走的, 还有, 什么叫不够再说, 难不成, 他们还想再做一遍不成, 这脑子瓦头了吧, 大汉目瞪口呆, 而这番话同样也落入了宋耀天的耳中, 瞬间, 这位水月宗踏天境的强者, 眼中满是怒意, 瞬间就开始蓬勃, 什么意思, 这不但是视自己如无物, 更是把整个水月宗和洛剑宗的指手弟子当作于无物, 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啊, 想走, 你们可以试试, 他的目光现在已经沉冷到了极点, 身上的恐怖气势, 也在此刻加重了许多, 赌坊当中的其他的客人, 此刻早就已经恨得躲到天边去, 全部已经脸色惨白, 差点就贴在赌坊的墙壁上, 他们心中简直就在嚎啕大哭啊, 这就是无妄之灾啊, 无妄之灾, 只是自己来这赌个钱, 放松一下, 却是没想到遭遇了这种几十年也没曾遇到过的情况, 有人竟然敢在仿视中如此正大光明的闹事, 而且现在呢, 他们即将面对的可是踏天境强者的大战, 那可是踏天境强者, 对他们来说, 就如同是天上的神龙一般, 他们的战争, 随随便便吹上一口气, 都足够让这些渣渣们变成飞灰, 自然而然的都是面无血色呀, 甚至于有些修为较弱的, 光是刚才两个黑袍和松耀天接连气势的崛起, 都已经震得他们, 齐经八脉碎裂, 口吐鲜邪, 此刻已经是陷入了昏迷, 歪七扭八地躺在地上, 这当中肯定有人已经被吓死了, 场中的局势变得剑拔弩张, 场中已经安静到落真的身影, 掉地可闻, 所有人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而就在下一夕, 两道黑袍动了, 宋耀天神情一紧, 这毕竟是两个踏天境的强者, 观其模样神秘难测, 甚至论气度比他还要更加可怕, 很可能单论修为还在自己之上呢, 他虽然自信, 但是也不会盲目自打, 而就在他浑身的肌肉紧绷, 旋力自然而然的涌动之际, 下一夕, 只见这两道黑袍同时踏出一步之后, 身形一个闪烁, 骤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消失了? 宋耀天也是呆愣一下, 下一夕, 他的神情骤然大变, 想也不想神石横扫, 想要寻找对方的踪迹, 可是整片天地当中, 哪里还有他们的影子呢? 这是空间深房! 宋耀天骤然倒吸一口凉气, 瞪大了眼珠子, 人就这样的消失了, 独房中所有人都是一脸蒙圈, 这场大战,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避免了? 此刻的人慢慢地回过了神, 尤其是神拳门的大汉, 更是他蒙, 全家蒙, 爸妈蒙, 老少蒙, 简直蒙成一团。 足足过了大半天之后, 他仿佛才回过了神, 周然瞪大眼睛, 发出凄厉的惨叫, 人? 人呢? 他, 他们人呢? 此刻的他一下子就慌了神呐, 刚才, 对方问他所要的储物戒指, 他没有半分迟疑, 就把戒指递了出去, 那是因为他认定, 对方绝对逃不了, 因为有巡逻组的成员在, 可是现在的他真的傻眼了, 对方逃走了, 还是在巡逻组的眼前众目睽睽之下逃走的, 这一下, 让他整个人作拉, 要知道作为赌坊的负责人, 那枚空间戒指里, 可有整个赌坊三天的全部收益, 当然这不是关键的, 毕竟这赌坊的收益属于公家, 但那储物戒指是他私人的呀, 所以那里边仅仅有公家的, 还有他本人的私产在里面, 这一下简直就是痛彻心扉, 整个人都为之疯狂了。 宋大人, 宋大人, 您, 你们水月宗可不能不管哪, 那, 那两人在毒坊中强强, 可是犯了大忌呀。 大汉在此刻嚎啕大哭起来, 一边哭, 一边对着宋耀天大声地叫着, 而宋耀天, 表情难堪地站在原地, 整个人的脸皮子都是在一抽一抽, 而就在此刻门外扭过去, 却见到又一队巡察组到了。 诶, 老宋, 怎么样, 解决了吗?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然后走近, 若是夏缺在此, 必能认出, 后面进来的正是今日与他一起喝酒的, 洛剑宗踏天境强者, 洛飞扬。 不用多说, 跟在后面的正是今日刚刚换房, 洛剑宗巡察一组的人。 实话实说, 洛剑宗赶来的速度其实已经算是不慢了, 毕竟整个事情说起来比较慢, 但实际上却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已经完成。 两个神秘的黑袍人, 入门时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找神拳门负责人做要储物戒指, 这能够花费多少时间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距离这里比较近的宋耀天随即赶了过来, 随后宋耀天和两个黑袍人对峙, 其实也并没有用取太多的时间, 随即这两个黑袍人一步踏出就已经消失不见, 接下来处于震撼的状态, 时间上会更长一些, 然后洛剑宗的人就到了, 就应急反应来说, 其实反应的时间并非是非常短的, 尤其是考虑到洛飞扬在此之前, 还是处于醉酒的状态, 他的那份反应就更加难能可贵。 不过此刻的洛飞扬显然已经没有了醉意, 修为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其实是不想醉那几乎就是不会醉, 除非是这酒的品阶过高, 神仙醉虽然是一种难得的好酒, 但是悟到镜的下缺都能够想醒就醒, 更何况是那踏天境的洛飞扬, 旋力一阵就可以直接把酒气逼出到自己的体外, 之前能够醉, 无非就是他们想喝想醉罢了, 所以此刻没有半分醉意的洛飞扬, 在问出这句话之后, 看到宋耀天脸色十分难堪, 表情也是微微一正, 而后略微地蹭了蹭眉头, 这可不像是问题解决的模样啊。 有问题。 洛飞扬走了过去, 水月宗和洛建宗的关系, 一向是比较交好的。 洛飞扬和宋耀天, 更是这龙眼访式待了多年, 彼此之间虽然有竞争, 但也有私交, 关系怎么说也算是不错, 毕竟这竞争, 关系到两人背后的宗门, 自然是不会退步的, 但是这竞争归是竞争, 私交又是私交, 在这点上来说, 两个人还是能够分一个清清楚楚。 听到洛飞扬的询问, 宋耀天的神色, 也在此刻变得难看了一分, 但最终还是轻吐一口气, 沉声说道, 让他们走了。 从刚才的气势上判断, 最少有两个人的样子, 人数太多, 你没拦下他们? 洛飞扬有些意外, 也有些惊讶, 要知道宋耀天的修为, 和他可是在伯种之间, 面对一般的踏天境强者, 他自问不算输, 就算是打起来, 牵扯一点时间, 他也是能够做到的。 可事情才发生多久, 对方就此逃离了, 难道数量不止两个人, 导致了宋耀天, 没能把对方给拦截下来吗? 只有两人, 不是没拦下, 而是没法拦哪。 宋耀天咬牙切齿, 没法拦? 洛飞扬一呆, 这什么意思呀? 然后, 他就看到, 脸色铁青的宋耀天, 看向了自己, 迟疑了一下之后, 终究还是低声说道, 我怀疑, 这两个人掌握着空间身法。 什么? 宋耀天的话, 让洛飞扬的脸色为之一变, 瞪大了眼睛。 空间身法? 你确定? 非常确定。 宋耀天狠狠地点了点头, 目光冰冷。 一步踏出, 我即刻用神石寻找, 却已经气息全无, 就算是再快的身法, 但两个人毕竟只是踏天境, 再快, 也不可能一瞬息, 就蹲出数百公里之外, 所以只能是空间身法。 洛飞扬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瞪眼呢喃。 我还以为空间身法一直是一种传说, 没想到竟然真的存在这种身法。 空间身法太过罕见了, 虽然修行世界有传闻, 但真正见到过空间身法的, 却是极少极少。 甚至于, 绝大多数人的眼中看来, 这东西压根就不存在, 毕竟这空间力量, 那可是神, 才能够掌握的力量啊。 以凡人之躯, 躯神灵之力, 空间身法。 洛飞扬呆愣了一下之后, 看下了宋耀天, 宁眉询问。 那两人呢, 认识吗? 能看出来是哪个宗门的人吗? 两人以黑袍覆面, 那黑袍有阻碍神识的能力, 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的容貌, 但是从气息上看, 应该是踏天境巅峰的人物。 他们动用空间身法的一瞬间出现了旋力波动, 只能一息地感应到, 那好像是某种火属性的功法, 品质应该不低, 最少也是先天涅槃级别的。 其他的无从分辨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个门派的, 他们没有自曝身份。 宋耀天神情难堪地说道, 洛飞扬则皱起了眉头, 略微地沉思起来, 然后他问道, 还有其他什么线索吗? 他们为什么来赌房? 看上去…… 说到这里的宋耀天, 神情变得有些古怪, 看了一眼不远处,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神泉门大汉。 他们似乎单纯地就是想要截取玄京的。 截……截玄京? 洛飞天瞪大了眼睛, 也是一脸的懵呢。 两个踏天境巅峰强者, 来赌房截玄京? 这个回答, 的确大大出乎了洛飞天的意料。 要知道踏天境的强者, 即便是在修行世界, 也绝对算是强者的行列。 这种人, 一般来说对玄京的需求不会太大, 随随便便都能赚到大量的玄京。 去仿石外走一遭, 杀上一两头高品阶的玄兽, 随随便便就兑换了许多的玄京, 甚至于直接在仿石外的荒野中寻找一下, 搞不好直接就能找到一个玄京矿, 所以玄京在踏天境强者的这个级别, 还是不会缺的。 此刻听说, 居然是要来仿石中寻找玄京, 自然也让洛飞扬听得有些懵圈。 截了多少? 数量很大吗? 他不由如此地询问, 宋耀天轻轻地摇了摇头。 那两人旁若无人地对话了一番, 我听到了, 好像只是结了七万下品玄京和一些玄器丹药的样子。 骆飞扬听了, 有些哑疼啊, 最低级的玄京就是下品玄京, 这种玄京的价值并不高, 七万也就相当于七千中品玄京, 七百上品玄京, 七十块绝品玄京罢了。 实话实说, 实在是有些当不起两个踏天径强者出手啊。 宋耀天有些无奈, 接着说道, 他们结玄京好像是为了某个目的, 而且需求量似乎也不小的样子。 看他们的意思, 若是不够的话, 他们似乎还打算接着再结。 说到最后, 他的牙齿紧紧地咬了起来, 当着他的面说这样的话, 显然并未将他水月宗放在眼中。 这换成是谁都有些恼火, 骆飞扬的眉头显然是有些皱了起来, 这仿式可不是水月宗一家, 对方如此直白地说出这种的话, 那就在表示, 他可不是单单地将水月宗放在眼中。 骆剑宗一样也不在他们的眼中。 沉默了片刻之后, 骆飞扬说道,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先回报吧。 对方如果真有传说中的空间身法, 那么事情就很棘手了。 靠你我, 怕是难以应对了。 宋耀天闻言之后深吸一口气, 而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的确空间身法, 那也太可怕了, 可怕的并不是造成多大的破坏, 而是那种进退自如的自由感, 想要抓住拥有空间身法的敌人, 足够让他们头疼了。 接下来, 骆飞扬和宋耀天, 留下各自的巡察组组员, 在这里处理后面的事情, 进一步打探线索, 他们两个则分别地离开, 前往了各自的驻地。 空间身法? 骆剑宗驻地大屋怨落之中, 沈长青打了一个酒阁, 但是最眼当中所露出来的是几分惊讶和意外, 看着身前的骆飞扬。 苏耀天是这样说的, 之后我暗中询问了那神圈门的负责人, 他的描述和苏耀天一致, 看样子的确很可能是的。 说, 两个懂得空间身法的踏天境, 是绝对不可触碰的红线, 触及则死。 有的时候, 规矩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 则就算不上什么了。 决定这些规矩上线和下线的, 一直都是两只拳头的实力。 骆飞扬领悟了沈长青所说的话, 打算看一看水月宗与对方之间的斗法, 可在距离骆建宗驻地并不算太远的水月宗驻地, 一个相貌绝美的女子, 却也做出了和沈长青一样的决定。 两个踏天境下却压根没想到, 这三个人会想到打劫赌场, 一场打劫过后, 自然也通过灵印传来了消息, 确实让下却看得目瞪口呆, 几乎下意识地就要喊他们停止, 不过在一想之后, 下却却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嗯, 也罢, 以后总得要他们分担更多的事情啊, 若是次次都得我去提点, 那岂不是太累了? 正好, 现在就当是个测试吧, 看看他们的底线到底能到哪一步。 有空间深法, 几个傀儡分身的安全至少是得到了保证。 而只要保证了这一点, 那么剩下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都变得无所备, 下却决定放开手脚, 让他们自己行动。 访试当中某一个角落里, 自来也和君马吕凭空出现。 七万下品宣经, 不知道能不能换来一份地图, 刚才惊动了水月宗的人, 咱们暂时分头行事吧。 自来也想了一下, 对着君马吕说道, 君马吕则是点了点头。 当下自来也从暗中走了出来, 朝着清云阁的方向而去。 他身上的黑袍已经掀开, 穿着一套黑色的衣衫。 傀儡分身, 都是以下屈的模样为蓝本, 自然是俊美异常。 不过此刻自来也没走一步, 他的容貌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三步过后, 他已经彻底地变了一个模样, 依旧还是俊美的, 但是已经不再像是下缺。 正是机体变形术, 然后自来也汇入了广大的人群, 向着清云阁的方向而去。 清云阁的背影显然不一般, 在九曲城的时候, 就已经有所表现, 几乎最巅峰的大势力, 都喜欢跑到那里。 即便是城主府, 也不敢在清云阁里面撒野。 甚至于在九曲城的时候, 洛建宗的弟子昭生之际, 所有敢不去城主府拜访的势力 出了单会, 就是清云阁, 就连珍宝阁都曾经派人前往城主府, 拜访了一下张福生等人。 由此就可以看得出, 清云阁他的超然之处了。 几个洛建宗的内门弟子, 还不足阁的真正背景, 知晓的人并不多, 只是听到过一些传闻。 传说清云阁的阁主, 乃是一尊神灵, 是天南域, 这片区域真正的大牢, 绝对不比三宗四门弱上分毫。 但这位清云阁主, 却显得极其神秘, 修行世界知晓他的, 似乎只有像那些宗门宗主可怕的存在, 平时几乎是从来不在外面行走。 若只是如此的话, 清云阁倒是不至于拥有如此超然的地位, 真正让他地位如此超然显赫, 那是因为清云阁的行事风格, 他们绝对不会参与到直接的竞争。 修行世界, 宗门之间的相互竞争, 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比如说发现一处秘境, 发现某个大型的玄晶矿脉, 出了什么神兵, 有什么珍奇异宝, 得到消息的宗门都会蜂拥而至, 意图夺取好处, 壮大自身。 但清云阁, 不会, 任何秘境宝物神兵的争夺, 从来你也看不到清云阁的身影, 甚至于可以出现 巨大竞争, 如丹药玄气阵域等等方面的生意, 他们也是一概不做。 要知道, 关系到这些东西, 在强者为尊的修行世界, 就是赤裸裸的财富, 但偏偏清云阁, 就是不去触碰这些东西。 那么, 他们的核心产业是什么? 其实只有一下, 就是娱乐, 清云阁, 甚至是把娱乐做到了超然一般的存在。 餐饮, 青楼, 赌场, 戏园, 斗兽。 一切, 但凡和娱乐有关的, 在修行世界, 绝大多数人看来乌伤大雅, 甚至有些不务正业的东西, 清云阁一概都做, 不但是做, 而且人家把这个做到了极致。 餐饮, 又最专业的厨子, 实时研发最新的菜谱, 让清云阁的菜品丰富异彩。 很多不曾去过清云阁的人, 都不曾想过的烹饪方式, 不好意思, 他们全能给你做得出。 清楼, 他们专走精品路线, 里面的姑娘, 无一不是精心挑选, 而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 从小培养他们如何取悦男人, 清奇诗话样样精通不说, 甚至还专门修行一些无伤大雅的魅惑功法, 让男人欲知相容的时候, 变得更加愉悦, 而且他们研究透了男人的心, 从来就不是你砸了足够多的钱, 就一定能够抱得美人归, 而是讲究一个两情相悦, 这种欲惧还迎的姿态, 撩抛了无数修行世界的青年才俊, 可谓是欲罢不能, 赌场最公平的赌桌, 不设任何上线的豪赌, 在这里有着绝对公平的环境, 有最专业的保障计划, 只要你的运气足够是好, 你就不用担心今天赢的钱, 明天就会丧命在荒野的结局, 因为青云阁会替你把一切后路都考虑好, 并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方法, 让你赢钱之后全身而退, 不客气地说, 就算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只要是你进了青云阁的大门, 那就算是你从先天生灵的手中赢了钱, 青云阁也可以保证让你安全离开, 并且事后不会被对方给盯上, 戏园这种地方, 人家可是从小就培养专业的异迹, 唱念作答是无所不经无所不通, 最专业的编辑, 每一年都会打造无数场经典的戏剧上演, 场场不同, 让你就算是连年住在青云阁, 也看不到相同的戏剧, 斗兽, 专门的玄兽员, 培养各种等级的玄兽, 为你奉上最为刺激的玄兽大战, 也有人兽大战, 可以说, 所有娱乐的一切, 青云阁都做到了极点, 最开始的时候, 人们对这种地方, 这种做法嗤之以鼻, 认为这只是小道, 可当青云阁开始出具规模, 当修行世界的人, 发现这不务正业的东西, 居然让青云阁成了整个修行世界最大的销金窝, 巨大的利益, 也让不少宗门开始眼红, 于是在一段时间之中, 各种各样的青楼, 独坊, 戏园, 酒楼, 甚至斗兽园, 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就像从青云阁的口中, 分得一杯羹, 最初, 青云阁并没有任何反应, 这一切竞争, 他们仿佛都没有看到, 青云阁的青楼, 是典雅之处, 是心与心的交融, 情感的碰撞, 可其他的青楼呢, 依旧还是最粗浅的皮肉厂, 和青云阁里的姑娘, 也只能是聊聊天之后啊, 再看看其他青楼里的姑娘, 那简直就是雍之俗粉, 独坊, 乱七八糟, 是又乱又葬, 哎, 那种环境, 独坊的主人立以熏心, 可赢不可输, 毫无公平安全可言的环境, 戏园呢, 是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场戏, 连个真正懂戏的异迹都很少, 多是一些妩媚的女子, 在台上搔手弄姿, 惺惺作态, 斗兽场, 寻来的玄兽倒是不少, 但是没有经过驯化的玄兽啊, 常常会不出园子, 甚至说有时候也能闹出乱子, 导致很多人死亡,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一出现了对比, 人们反而越来越觉得, 青云阁才是这方面最佳的选择, 于是青云阁的人气, 非但没有就此落下, 更是高涨了不少, 于是这种和平的竞争, 没有任何效果之后, 利益熏心的人, 打算直接插足青云阁本身, 那可是一个在当时, 可以和三宗四门相提并论的宗门啊, 打算强占青云阁, 仅十万个弟子倾巢而出, 想要霸占他的一切, 而也就是那一次, 青云阁露出了自己的爪牙, 只是短短三个月的功夫, 不但那十数万的弟子尽数死去, 更是让震撼人所在的后头, 那个宗门驻地, 也在一夜之间连根拔起, 要知道, 宗门真正的住所, 在修行世界, 可谓是最大的秘密, 除了门中的高层, 几乎是无人知晓的, 可是那个足以和三宗四门 相提并论的宗门, 竟然被青云阁找到了筑地, 而且是一夜之间诛灭, 这一下在整个修行世界, 可谓是震动了, 但做出这件大事情的青云阁, 却诸灭了那一门之后, 没有了任何其他的行动, 他们回到各自的仿式风格之中, 如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依旧正常的营业, 依旧不参加任何的纷争, 但此刻的青云阁, 已经被所有的宗门所证实, 他们用了三天的时间告诉整个修行世界的人, 一个典型的事实, 我不争我不抢, 不是没有争抢的能力, 是我不想争也不想抢, 就这样, 青云阁成为纪丹会之后, 第二个在修行世界, 有着极端超然地位的特殊存在, 他们用数万年的时间, 打造出了现在的金字招牌, 而此刻, 自来也已经站在了这块金字招牌之下, 在九曲城, 青云阁属于私人性质, 有点会原质的场所, 但是在修行世界却非如此了, 自来也走到门口, 款款地向着里面走去, 门口的护卫都对他抱以礼貌地微笑, 并不热情, 但是也并没有丝毫的疏远, 正好是属于让人感觉到非常舒服 和舒适的程度, 走进一楼顿时一阵柔和的金色的光辉, 映入到自来也的眼中, 这些金色光辉, 源自一颗颗的珍宝, 将整个大厅的环境, 都映射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和舒适感, 正中心的戏台上, 有异计正在畅念作答, 丝竹之音和弥弥之音入耳, 可谓是绕梁不绝, 大厅的各个桌位上, 都有金色华贵的帘幕遮盖着, 放下之后, 这里面就会成为一个绝对的私人空间, 自来也只是看了一眼就察觉到, 这些帘幕都是特殊材料制作而成, 神识无法就此穿透, 一个个千里挑衣的娇媚女孩, 穿着并不暴露, 但却极为性感的衣裙, 摇曳着她那曲线玲珑的身姿, 游走在各个桌位之间, 没有人在高谈阔论, 都是以吉祥的声音和周围的好友微笑攀谈, 整个氛围显得是热闹中, 又不失清静, 在二楼上有一个个的包尖, 那些包尖可以看到一楼的机台, 但是却有阵域封闭, 让人看不清楚里面的人。 此时在自来野的耳边响了起来, 自来野低头看着她, 那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子, 脸上带着温柔的微笑, 细声细语地询问着她。 自来野则是表情平静, 轻轻地点了点头, 直言说道, 来买点东西。 女子恍然, 而后送上灿烂的微笑, 小女子明白, 公子这边请。 自来野点了点头, 跟在女子的身后, 走入四个人的小卡座。 自来野平静坐下, 女子此刻温柔地说。 公子是一个人吗? 自来野点了点头。 需要将帘子放下来吗? 女子寻求她的意见, 自来野则无所谓地说。 随意。 女子便将出去看向细台方向的 其他的三面帘子都放了下来。 这一瞬间让自来野感觉到 原本不算喧嚣的场中, 骤然更加安静了。 这些帘子不但能够吸收神石, 就连一部分声音也被她吸收起来。 公子稍后, 片刻后会有人来找您, 祝您玩得愉快。 女子走到自来野的身边, 给她倒上了一杯茶, 而后送上灿烂的遗笑, 欠神离去。 自来野则依旧是平静如骨, 目光淡淡地看向了台上的戏剧, 耐心地等待。 茶香鸟鸟, 但自来野并不渴, 也没有洞茶, 并没有过去多久, 一个声音在外面响了起来。 公子, 我能进来吗? 这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自来野目光一早, 而后平静地说道。 进来吧。 帘子撩开, 一个身穿制式衣衫的青年男子走了进来, 他的面容俊俏, 露出优美的笑容, 躬身说道。 青云阁持重, 见过公子, 听闻公子要买东西, 不知想要买些什么。 名叫持重的男子倒是开门见山, 自来野平静地说。 天南域详细地图 天南域详细的地图吗? 我们这里有三种版本, 第一种是比较便宜的, 标注了天南域绝大多数访饰的位置, 第二种稍贵一些, 标注了天南域所有访饰的位置, 以及周边大体的区域。 第三种则是最为昂贵的, 不但标注了天南域所有访饰的位置, 周边区域的位置, 还标注了绝大多数的秘境和禁地的位置所在。 您看您需要哪一种呢? 分别价位是多少? 自来野挑眉。 第一种五万夏品玄晶, 第二种五十万夏品玄晶, 第三种不收夏品玄晶, 只收中品以上的五十万中品玄晶。 清云阁只收玄晶, 不收玄器或者是丹药, 这一点还请公子了解。 名叫持重的清云阁青年,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自来野文言略微地醋眉, 片刻之后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 嗯,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持重一笑询问, 没了。 自来野直接起身, 顿了顿之后说道, 我需要给钱吗? 不用了。 持重微笑。 清云阁有规定, 踏天境以上的强者, 若是为其他事来清云阁, 并未在清云阁消费的话, 可以免去最低的消费。 说着, 他看了一眼自来野刚才坐在旁边的茶杯, 里面的茶, 自来野没有动过。 自来野微笑点头, 似乎并不惊讶持重, 能够看得出他的修为, 直接款步, 就向着清云阁的大门走去。 您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走到门口, 有护卫和侍女向自来野抱以微笑, 欠身行礼。 自来野已经走出了大门, 这趟清云阁之行, 没有任何的波澜, 甚至可以说是极为顺利。 不过自来野并没有任何的情绪, 自然也没有什么感觉。 他静止走出清云阁的大门之后, 便直接向着一个人流较少的区域走去, 走了几步之后, 身形消失不见。 宣经不够。 片刻之后, 龙岩访视有一个角落, 自来野和君马吕凭空出现。 自来野把话说完, 君马吕略微地皱了皱眉, 而后问道, 有没有机会直接在清云阁抢出一份来呢? 自来野想了一下。 有, 但风险很大, 清云阁不简单, 里面看似寻场, 实则有大量阵语, 无法保证其中是否有封闭空间的阵语, 若有, 可能很难走脱。 君马吕微笑点头, 本尊交代的任务要紧, 尽量地避免这种麻烦, 那就再走几家毒坊吧。 君马吕最后说道, 先换一份标注周围区域的地图就行, 太大的暂时没用。 好。 自来野点头, 于是接下来, 一场席卷龙眼仿事, 诸多仿事的大劫案, 就这样的开始了, 最先倒霉的, 是一个名为苍原门麾下的赌场, 和神拳门赌场的劫案, 简直就是如出一辙。 两名黑袍人突然出现, 爆发踏天径的恐怖气势, 直接找到苍原门赌场负责人, 强行夺走对方的储物戒指,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苍原门赌场, 被劫不到十数席之后, 十数公里之外, 一个背后为天华派的赌场, 也迎来了这两位恐怖的黑衣人。 受袭之后, 天华派赌场负责人的空间戒指, 也被强行夺走, 然后是神风派, 龙虎派, 刘云派, 飞花门。 短短不到半个小时之中, 足足有十多家赌场, 相继迎来两个恐怖的存在。 这两个家伙速度极快, 快到他们开始行动, 一间间赌场被劫的消息, 甚至都来不及传递出去。 而当半个小时之后, 整个龙眼坊市, 尤其是那些赌场, 全部都已经封了。 尤其是当发现, 劫案发生了半个小时, 洛建宗和水月宗居然没有派人前去阻止他们两个, 那些人就更加不能淡定。 有人如此大规模地在龙眼坊市抢劫, 这洛建宗和水月宗, 难道就没人管了吗? 有人发疯一般的狂吼, 龙眼坊市就是洛建宗和水月宗建立的, 能够聚集起来现如今这种规模的城市, 除了可以让人免受天灾肆虐的阵域和传送阵建立在此地之外,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洛建宗和水月宗的人时时寻查, 可以让弱者不用再提心吊胆的生活。 可是现如今呢, 这是短短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接连十数个门派的赌场被截, 而洛建宗和水月宗竟然都没有去阻止, 这下却引发了大的轰然, 有不少被强行夺取了赌场的小门派, 聚集到洛建宗水月宗驻地门口, 恳求两宗能够派出人马来, 找出那两个胆大包天的黑袍人, 还与他们公道, 当然, 这只是恳求而已, 冲击倒是不敢有的, 毕竟这洛建宗和水月宗的真正实力是摆在那里的, 作为访式的主宰, 这些人可以说是, 都养着这两宗的鼻息生火, 真要是把对方惹怒了, 对他们这小门派来说, 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慢说这个龙眼访式了, 其他访式他们也休想插足进去, 最后两个宗门都在此刻出面回应, 水月宗表示他们正在找, 怕天境强者都出面了, 只要能够找到那两个人, 必然会给足够的教训, 给被抢劫的毒坊一个交代, 并且再一次的强调, 仿式里不可动兵动刀, 这个规矩不能破, 谁也不能破, 说的是义正言辞, 慷慨激昂, 不过等这些说话的强者离开之后, 这些赌产的众人, 那原本安下的心, 这才慢慢地回过味来, 对方压根儿没有说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完全就是一大篇幅的空话, 而随后, 洛建宗也是有强者出面, 但是和水月宗的慷慨激昂不同, 而是面色凝重地, 给众人科普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对方是有着空间身法的事实, 空间身法, 想必大家也都多少听说过, 嗯, 实话实说, 这种身法, 目前以我宗在龙岩坊式的实力, 是真的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如果驻军当中, 有谁能够提供封锁空间的阵域, 或者是手段, 那么我宗就可以承诺, 必然将那两人给抓住, 否则, 也就只有等了, 我宗已经上报宗门, 很快会有掌握封锁空间阵域的阵域大师前来支援, 在此之前, 诸位若是有所发现的话, 也欢迎随时来告知我宗。 应该会上优优独播出者是非常自权的阵域大师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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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阵域大师, 有社会的阵域大师前来的阵域大师前代的阵域大师互剩下来的阵域大师前来的阵域大师, 如果咱们看到了 咱们有个人 咱们有个人 我就不知道